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城 老吴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最近因为海峡两岸跟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还有海峡两岸的紧张情势 兵役问题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热烈话题 我个人认为兵役我已经讲过 我反对服兵役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在部队你学不到东西 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 学不到任何东西 举一个例子来讲 以我个人来看 我经营工厂我都要求多工操作 一个人要会很多种技能 在这个工厂里面所有的机具 你按照你的能力 按照你的工卡上面 我都给你打上格子 一样一样来受训 所以你这个工厂就是学校 就是以厂为家 以厂为校不是随便讲的 就是真的你会在这边 你原来不会的 你一样一样学会 你在这边待了 待了几年之后 你出去之后 或者你回家 你不管做什么东西 你都有新的本事在这上面 就在这边训练嘛 可是因为这张 只是你的通行症后面的 所以是在我这个场内认可 你在外面人家认不认可 那我不管 而且最好不要认可 为什么 我不会处材尽用 我训练的就是要我来用 简单讲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自私的训练 当然就是这样子的 企业就是要这样子 你的干部训练是什么 就是这样子 因此这个部队的训练 我很不赞成 原因很简单 我刚刚已经讲过 有好几次这个演习发生事物 比如说那个战车 说刹车不灵 结果他冲到桥底下去 所以他他为什么不去撞山壁 让车子停下来 而且为什么不能熄火 这引擎为什么不能熄火 可能有一种情形是 引擎过热飞车 所以你没办法熄火 就算你断了油之后 他还是能够继续运作 凡子种种都很不合理 因为你把油切断之后 不管是材流引擎 还是什么汽油引擎 油切断之后 他只能够燃烧 只能够做一阵子的作用以后 就没办法作用了 简单讲没有油了嘛 就停了 甚至于我们再用更离谱的方式就是 如果你是用火星Size 这一类的 那你把电源给断掉 你没有电源了以后 他也会停止 简单讲就是 这些操作战车的人 对机械的设备的了解不够 因为军中的分工太细 开战车的是开战车的 修战车的是修战车的 开战车的人不懂得修理 修战车的人可能 也不懂得他们怎么样作战操演 我曾经问过现役军人 我说 你们一部汉马 那个吉普车上面 你载了一个加强班 里面有机枪手 还有这个 还有那个驾驶员 还有什么其他的 反正有六个人还是八个人 我记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一部汉马吉普车上 可以载12个人到13个人 问题是你问他说 问这个驾驶员 会不会操作机枪 他不会 问机枪手 会不会驾驶这个吉普车 他不会 那问题来了 战场上万一有一个人阵亡 谁能地补 你机枪手阵亡了 你机枪就放在那边 变废物 你驾驶员死了 阵亡了 那其他人没办法地补 你这些人要干嘛 变成步兵吗 四散而逃吗 就是要地补嘛 同样的 你那个战车上 上次翻到桥底下去 结果 结果那好像驾驶员逃脱了 其他人淹死了 淹死了好几个人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就 这个车子没办法停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反应 让其他人立刻来紧急处理呢 就是刚才讲说没有多工 这是一个最大的缺失 就是SOP里面没有设计这个东西 我们的操点里面有严重的缺失 我说过 这些技术都不是什么特殊knowhow 很简单的东西 我在工厂里面我早就设计过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 我一系列的SOP 关于这个危险操作的SOP 讲过很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去点开来看 我这个不是要按你什么小铃铛什么 去拉客 我没那个必要 我这个全是干货 干到不能再干的干货 OK好 现在我们再来讲第二个 刚刚已经讲过 坦克车翻覆那件事情 这个 这个 居然没有人能够处理 我就问过几个现役精员 都是士官 现在基本上没有士兵 士兵就在一阵子马上就可以升入士官 否则的话没有人要干嘛 因为他是募兵制 志愿义 那 再来就是 刚才讲过说 一部汉马吉普车上面 有机枪手 有这个手 那个手 分得很正确 请问一下一个棒球场上面 除了有投手补手之外 还有各个垒的守门员 还有游击手 还有外野手等等 难道他们不能替换吗 当然可以替换啦 同样的你踢足球的队员难道不能替换吗 你打篮球的队员不能替换吗 当然都可以替换啦 那他只是说专机某一项之外 其他人也有第二专场第三专场 军中没有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好 再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小群 我儿子好了 我儿子他是大概是那个义无义的 大概是最后几期吧 他当了将近两年的兵吧 他当的是海巡俗的 因为他现在已经三多岁 已经不会再征召了 而且人在国外 以他的例子来讲好了 他们这个大学毕业之后 后来他们是在那个成功里受训的 入伍训练在成功里受训 那个成功里的教育班长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你在放假期间 你的教育班长是一个女的 一个女士官 随时打电话来问安 他现在状况怎么样 就是说你的 他的所有的这个下面的这个 他是教育班长 他下面这个 这里面的这些 服役的新兵 每一个人的状况 他们都用电话 用手机 一个一个联络 然后什么时候收假之前 通通整个 就是阿兵哥在放假 学兵在放假 可是这些教育班长没有放假 他还在营区里面 随时掌控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就跟真的跟一个妈妈一样 我觉得有点照顾的 也太过好了一点 当然他们的那个 互相之间的那个 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们对教育班长是很感冒的 因为他老是要整我们 搞我们的搞得很累 这就是我要反对当兵的理由之一 我说当兵应该去锻炼 不是去磨炼 不是去那边受被人家整 他妈的 我一讲到整这个字 我就火到 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 那我儿子在当海巡 我每次他放假 我都去接他 接他的时候 我去看他穿他 那个橘红色的那个制服 在那边走 在路上走 然后拿到那个点名布 下去点名去查仓 这些动作都很正常 那我就问他 我说有的时候弃尸的时候 因为得到线报要去弃尸 就是有人走私 走私的人不是走私毒品 就是走私的 反正是违禁品 或者是什么枪械什么的 当然少数是走私烟酒 这些东西算比较轻的 他们都会丢包 在海上会丢包 丢到海上去 丢到海上去 那海巡抓到就拉回来了 那这些人就逃走了 逃脱了 或者是说有一些毒品 他不是浮在海面上的 因为烟酒没办法浮在海面上 烟酒可以浮在海面上 可是毒品枪械这些 他就要沉到海底下去 以后再就放弃了 或者是再想办法打捞 基本上没办法打捞 因为他们不是海 不是挖人 他不知道定位 也没有GPS定位 我从哪里丢下去 再来他还要再派遣挖人 简单讲 就这一单生意完了 可是问题是人家这个要 海巡署机动部队要去打击的时候 是用很快艇去追上 让你没办法来不及反应 或者是你认为说你万无一丝 你把这些枪械 这些违禁品全部用 用跟那个渔获兵在一起 等等等 这已经被查获了 魏王的那个少东 不是就是这样子被查获了吗 人家人人节约他应该枪毙 结果他没事 有钱可以买这个鬼推磨 可以买他妈司法长级一大堆 好了 我儿子在当兵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我说你那个高中的时代 军营课有没有打过枪 没有打过 我说那你现在当兵当海巡 你有没有打过枪 没有 一个子弹都没打 我说一个子弹都没打 你去当什么兵吗 你那鬼混什么 我学到很多东西 我说你学到什么 如何查仓 如何怎么样 然后还有这些那些 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多余的 你真的一点技术都没有 我曾经讲过 我说我看他们放那个小艇的时候 那个动作 我说如果是日本人来设计的话 三秒钟就放下来了 我看他们拿那个链压膏 在那边链子 起重器 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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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完全都在混时间 军中还在搞这个东西 咔啦咔啦 等到你把这个小艇放下去的时候 你不管是你要去集尸 还是你要去救生的话 人都早就死了 早就跑了 所以我曾经讲 他在役的时候 我就跟他 我开车接送他嘛 他放假 我就在车上跟他聊这个东西 我就说 根据我自己的工厂经验 这东西你可以用快速来放下去 因为小艇直接从高速往水面上 在港里面 放下来 快速放下来 脱钩 马上放下来 人全部跳上去之后 马上开了小艇就出去了 三秒钟都不要 小艇就出发了 那你现在拉 那我说好 ok 小艇回来之后 你再这样的咔啦咔啦咔啦 再要操作两个小时才把这小艇拉上来 那是什么东西啊 你不能做一个小艇码头斜的 直接小艇一开过来就上架 然后勾住之后 直接用人力或者用马达什么来拖 拖上来 马上就上来了就就位了 然后冲洗该干什么干什么 为什么现在还在那边鬼混啊 魔阳工啊 我看就是魔阳工 那他们没有改进嘛 所以SOP 我儿子讲说 我们就征照那个规定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嘛 我说你这样的观念 这就是军中的 沿袭的这样观念就不得了 在工厂里面 我们要求精益求精 要不断的改良改善 军中没有 我刚讲没有 一颗子弹都没打过 没打过靶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们那个气势的时候 不是你们那个部队也有枪械吗 有 但是那个枪械只有两种人可以用 就是长辈军官跟长辈士官 到那种要去气势 要驳火的场面 有的时候那个毒枭是跟你驳火 因为你在 有的时候 你跑到快要到公海的地方的时候 那可能那个毒枭可能是菲律宾人 可能是泰国越南等等等人 他跟你驳火 他根本不是你国家人 不受你法律制裁 他跟你驳火 开火 双方用枪械打 这种情形也发生过 所以因此他为了怕 这个所谓的义无异的人 这个无谓的伤亡 所以只要有这种场面 他们那个站就是很前线 也就是常常会逮到这种走私的 有一次有一只水鹿 就是他们那个单位发现的 那结果他们那个船就冲出去 冲出去的时候就是现役的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自愿役的 也就是他们是长辈的 长辈的军官 长辈的士官 全部穿上那个防护衣 就是防弹衣 然后带着那个防弹面罩 然后拿那个核枪死弹的 是由他们执行 没有一个自愿役 也就是没有一个义务役的 也就是像我 我儿子他就没有参加 我说这种场面 你想 我儿子说想参加也没分 因为这个有危险性的 他们不让你参加 我说当兵不是在里面 不是在里面开玩笑的 你当然是要知道说 你们的任务里面就是有危险性 否则你们叫什么海巡 巡什么东西 你就在里面点名 到舱里面去点名 大陆渔工什么哪里渔工 各个 然后看看你的舱里面的鱼货 我曾经跟我儿子讲 我说我看你们的工作太无聊了 他们全身的那个工作服上 都是鱼腥味 为什么 他们要到船舱里面去 到渔船的船舱里面去 查人以外 还要看鱼货 还要怎样 走来走去 那船舱 渔船舱里面都是那些水啊 什么那些 都鱼腥味嘛 那很正常 我说你既然 既然有看到这个 你们这个地方 还有人海钓 都要申请 我说你既然在这边打混的话 你每天都会看到这些鱼货 你干脆到那个市面上去买本鱼类的鱼类图间 你可以顺势认识一下图 我儿子说没兴趣 没兴趣 我说没兴趣 那你只能够在当兵的时候 就这样混过去了 因为你没办法碰到枪械 你也没办法玩到什么东西 而且你所有东西都是长官教你什么 你就怎么样 你会变成有奴性 像我在工厂里面搞改良改善 就是想脱离大家传统的苛旧 这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当兵的原因 再来就是我曾经讲过说 我们的兵役应该改成什么 改成叫做健身役 健身役 就是你进去之前 所有的义男 这不是义男 就是木兵者 木兵进来的人 你用皮尺给他每一个肌肉 这些东西只要搞健身健美的教练都知道了 现在健身房伶俐 那么多人去学 就是他们都知道 你要练哪一条肌肉 要怎么样练那条肌肉 跟你身体的比例是多少 你不要说每一个人都要做100个伏地医生 不是每一个人 而是应该要因材施教 就是适合他的 所谓体势能叫做Fitness 就是配合的意思 Fitness意思就是适合你的体能 叫做体势能 我们不叫做健身 也不叫做强身或者健体什么 都不叫 叫做体势能 体势能就是不要超过 我刚刚讲过军中动不动就要整人 要什么磨练 那个狗屁话 我每次听到我就想痛打那些讲那些屁话的人 那刚刚讲过说 体势能就是说 你不要超到兔 没有必要 因为没有人说会练健美练的兔 没有人会这样搞 你去问举重选手 奥运举重选手 哪个人说练的兔 练的手脱臼 练的手骨折 除非意外 那个意外也是能够防止的 如果你有适当的护具 适当的设计的话 安全设计的话 不会被杠铃压了 压死人 这些东西都是因为 那个当事者 他不懂得如何做这些防护措施 这些防护措施 我刚刚讲说 杠铃在健身房里面压死 把一个老手压死的那件事情 很多这种案例 你后来都是会赔嘛 问题是人死不能复生 你赔的有什么屌用 那我们现在再把话再拉回来 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打仗 没有一个国家出兵支援 但是各个国家不但给钱 给物资还有给武器 给物资就是日常需要用的吃喝拉扎睡的东西 那很正常 民生用品 那你给钱 现在给钱没有太大用处 你现在给钱你要买到东西 问题是有一个最有效的东西 就是给武器 我曾经说过TWI的训练里面 就是在如何在很短很迅速的时间之内 把新武器能够弄到前线去 第一现场用 让每一个人都会用 那就是TWI训练的精髓所在 各位有兴趣可以点开 我可以放到下面 你可以点开 那现在我认为现在当兵 你要去学什么破极炮 要学习二十大战那些老武器 那没有必要了 再来就像我比如说乌克兰好了 人家送给他的战机 问题是你国家有多少个人会开战机 有多少个能够飞行员 而且你现在送了 你送来这么多的 这么多武器 有多少人会用 而且现在已经在战争中 已经打了十几天了 在台湾那个某个市长说 台湾如果跟大陆开战的话 只要能够撑过四天 后面就会好过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话真是无厉头 怎么会撑过四天就会好过呢 乌克兰已经 他们已经打了十六天了 一下子说斩首 一下子说 原来是要三天要 俄罗斯要亡掉乌克兰 要占领首都基普 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打了十几天了 还没有占领 但是随时都可能占领 因为双方都放假消息 因此以乌克兰跟俄罗斯为借禁 现在我们台湾花了很大的钱 去买了很多的武器 那些武器都没到位 那临时的时候 他可能会拿一些旧的 或者中古的东西来充数 送给你台湾 希望你台湾跟中国大陆PK 这个兄弟西强打仗 但问题是你拿到这些武器 有多少人会用 现在所谓的教育召集 要学什么 这个破极炮 要学那个东西 我每次去教育召集的时候 我们讲说 我们当时海军的嘛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在那边建议说 我们来这边搞到这边 就是在这边搞了几天之后 连码头离码头很近的地方 那个教育召集的地方 连码头很近的一个学校 我说那么近的地方 为什么不带我们上船去看一下 结果那个长官说 这有困难呢 因为你们已经退役那么久了 现在这新的船 第一个你们不认识 你们以前上的那条船 可能已经报废了 现在这个新船 我说那你既然是新船 你这个教育什么召集 你不过就是浪费公帑嘛 典型的浪费公帑 我们现在应该要上船 看看新的设备是什么 结果后来才开放 开放所谓的那个 什么什么军区 什么开放日 军区开放日 实际上它也是有很多的弊端 因为匪谍会在里面 敌人会在里面收集资料 因此他经过我的反应之后 他把它剪绳了 以前是随便可以看的 到处都可以看 现在是指定路线 每一个路线上 每一个节点 都会有阿兵哥站在那边 你如果想跑到别的地方 他立刻制止 叫你从这边走 只能有一条路 甚至于连绳子都拉好了 那拉好那个地方 我进去看过一次 就不想再看了 没有看头了 原来之前我还看 这跟我以前当兵的时候 那个武器装备差很多 连剑桥上各方面 武器都最大的差别 就是飞弹 以前那个时代飞弹很少 而且是某一种东西 那以前的所有 我以前当兵的那些装备武器 都是二十大战的东西 那二十大战之后 发展了多少东西 当然美国不会卖给你最先进的武器了 你卖的是二流的三流的 快要淘汰 有人讲说那是废铁 破装烂铁卖给你 那不管是什么样 反正可以拿到战场上射 因为我要买你的东西 你当然要示范给我看 示范给我看 你给我打个把机看看 你给我打个把船看看 你都OK命中 OK这个东西是有效的 我才买才下单 否则你跟我胡弄我 你物不对办 你样品很厉害 真正的现货到的时候 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是商业纠纷了 那是另外一码事情 问题是谁在使用这个 不是工人 是阿兵哥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我看到那个画面上 讲说这个 近来这个四十天训练是不眠不休的 怎么怎么样 然后现在在操作什么破极炮什么东西 我都觉得说那都是外化 为什么武器天天在变化 尤其是如果说一旦交战的时候 各个国家支援我们的时候 送给我们武器的时候 谁能够用这个武器 你陌生的武器 你怎么用 你必须要受什么 TWI的训练 我已经讲过再三 我就是这种训练的教授 因此我个人认为 现在台湾的这个兵役 有的女生说 可以全民皆兵 可以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很简单 把这个兵役的时间缩短 有的人讲说三个月 不会有成效 四个月也不会有成效 我认为说你三个月 我保证你的肌肉就隆起 你全身该有的肌肉 就像健美先生那样 你就会变成那样 我是1955年出生 今天66岁老头 我在退化当中 如果我没有退化的话 可能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看 那因此我认为第一个 就是用健身的要求 健身要求不是让他超到兔 让他肌肉溶解 而是要让英才智能 要告诉你 你的进步曲线是这样 我给你画 每天给你做记录 你自己也做记录 然后签名 如果说在健身房的话 你花了那么几万 十几万 那他要告诉你会练成什么样 这是契约上讲的 尺寸都良好 你一天要大一寸 一米大一寸 嵌啊嵌嵌睡 嵌儿歌 这些东西不是说只有尺寸的问题 它是要你实际上有能力 练健身大家都知道 我们看看我们的蛙人造 有很多海龙蛙兵什么 他们以前的那个 有的人觉得他们很壮 我们觉得他离那个阿诺斯瓦辛 和斯维斯斯特隆远得很 跟健美先生远得很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胸肌不够隆起 他们的肌肉没有很巨大的 爆量的那种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蛙人 会这么苦苦操练之后 也不过如此 有些人还觉得他们很瘦的 跟排骨一样 其实那是不懂 因为他们有腹肌 但是他们的肋骨的形状 都还外显 主要是胸肌不够宽大 但是看健美先生 为什么那样子呢 阿诺斯瓦辛格他们 实际上这两者是一个可以 一个为用 一个好看而已 健美是好看而已 坦白讲就这样 健美先生你能够在水里面 跟蛙人这样子作业吗 不行 蛙人是一种专业技术 那蛙人能不能像健美先生 那样子呢 实际上他的超练 每天肌肉酸痛的程度 假如他的饮食 能调整跟健美先生一样的话 他也可以有那么隆起的肌肉 很简单 你的高蛋白嘛 你连那个肥肉 肥油一概都不能吃 全部都是高蛋白 甚至于素食 甚至于怎么样 要吃很多的补品 那军中可以这样做吗 当然没有必要 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 那就丧失那个意义了 阿诺斯瓦辛格是一个 奥地利的一个炮兵 那西威斯石头龙是一个老百姓 他们都不是军人 而真正的美国海豹部队的人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全市人员太然 不是 有很多人相貌很平常 身材也一般 并不是什么大肌肉的 可是他们能够干出那么轰轰烈烈 那么危险的出生入死的任务 是因为他们有特殊本事 不是靠那一身肌肉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一个是唯用 一个是什么 好看 美观而已 练健美是美观 可是可以刚刚讲说具体的 就是用军中现有的伙食 你就可以练出很多的很有线条的肌肉 不用为了要拍这个什么阅历 特别在部队里面去找几个特殊的人员 不需要 各个人 每一个人都进 你入伍的时候 可以把你量好 尺寸通通量好 你一天一天的锻炼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养成了很多的习惯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很讨厌看到男生留长指甲 现在不但有留长指甲 还去彩绘 还有耳环这些东西 很多这种习惯都是很急不良好的 那这些人现在因为募兵 募不到兵 所以这些人也会进部队 如果你要留长指甲 很简单 我教你爬那个步 这个爬步军中现在没有 这是练柔道的人 这是日本的一个消防队 就是救火员的训练 原来这个救火员的训练 它是爬一个步 一匹用那个柔道符做缝制的步 从天而降 可以到三四楼的高度 然后爬上去的人 因为它是一匹步 平的 你要怎么 你只能够用手 手这样抓到 而且是这样 这样上去 完全是用双手引体向上 然后两只脚 你连缠住那个步都没有 脚完全使不上力 完全是靠手 结果这个就被柔道训练 把它移来使用 现在几乎所有柔道管里面都有这个设备 就是爬那个步 因为它要握力嘛 你试试看 你用一只手抓住一匹步 抓住一匹步 然后你全身的重量就靠这个手指头 就靠这四个指头 靠的是握力而不是抓力 是靠的抓力 那如果你今天是爬绳子或爬 那个爬杆的话 你用的是这个握力 而现在是抓力 纯粹是要靠这个指尖 抓到那个布的里面去 很紧的抓到那里面去 如果你留指甲的话 全断掉 就算你没留指甲 如果你的抓力不够的话 你下来之后 你的手都变形了 歪了 为什么 因为它超过你以前死力的习惯 而现在的部队 你就要做这样子 这一类的训练 让它体验它从来没有的经验 再来我刚刚讲过 三个月 不要三个月 二十一天 也就是三个礼拜 你就会养成习惯 你进来三个礼拜 你就养成习惯 这个习惯养成之后 可能终身影响你 你终身都有运动的习惯 因为时间一到 你的生理时钟 就会告诉你 要该运动 可以一直养成到 Until to die 一直到你老死 我个人的心 那个心得就是这样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的兵应该改成 只训练两项 健身跟TWI TWI就是让你如何学 如何教 如何确认待人的方法 这四个 就面对任何新玩意 你都很容易上手 再来就是 你会了TWI这个方法之后 这个心法之后 你不管 刚刚讲过说 如果说 一个汉马 一个吉普车上 有一门机关枪 重击枪 或者叫机关炮 好了 你不会讲说 这个叫做装弹手 那个叫做机枪手 那个叫做驾驶员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做侦察员 那个叫什么观测员 那个叫什么通讯员 什么的 你应该让这个车子上的 所有人的 所有的技术他们都能够学到 都能够替换 因为战场上会死人 还有医疗 这里还有一个医疗 这个叫医护兵 那你要让他这个专业的 让这个车上所有的人 对每一个专业都很熟悉 随时阵亡的时候 可以立即替换 原来是八个人 或者十个人 现在死了一个 变成九个人 还是能运作 八个人也能运作 七个人也能运作 六个人 五个人 乃至于最后一个人都能运作 这才是王道 才是真正的训练 那你有没有办法达到呢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我的实验已经早就成功 所以啊 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个台湾的新的兵役 应该要 兵役的训练 应该要改变 改变只训练两项 第一项就是健身 每天让他健身 让他肌肉保持酸痛 而不是整他 让他知道说 怎么样运动 怎么样喘气 怎么样流汗 然后什么样的情形 是自己的极限到哪里 你的极限是 原来是这样 然后后来一直放开 一直放开 最后放得很开 最后全身都是肌肉 然后养成你运动习惯 第二个就是 这个训练 这个训练不止在军中有效 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得上 你都知道要学一个新东西 要怎么样 你也知道教你的人 是不是有偷长布 他是不是有资格教你 你立刻就可以判定 因为你一定要会 因材施教 你不管你的程度有多差 他都有办法让你会 这才是真正的教官 教练 教师的本分 以上跟各位分享 我们的兵役的训练要改变 什么教育着急 什么都是狗屁 我讲过 我儿子当海巡 当了将近两年 没有打过一发子弹 这让我非常非常懊恼 现在的军训课 也很多人说 要排除在学校之外 因为很多军训教官 犯了不能饶恕的错误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某一个高中的女性教官 组织他们学校的女生 接下来 最后是在学校的女性教官 返天